大家好啊 今天给大家讲一下咱们这个 牡丹花瓣的画法 首先给大家讲一下咱们牡丹花瓣的画法 首先拿出一点 玫瑰红 然后是我们的 鼠红 接下来是咱们的腌脂 把这三个颜色放到一个盆子里 毛笔洗干净 好,首先第一步 调点我们的玫瑰红 把玫瑰红调满整支笔 记得,如果你笔头调不到 你就反过来调一调 直到你把整支玫瑰红 整支笔都调满玫瑰红 OK 毛笔刮干 稍微留点水分 稍微留点水分啊 好,这是鼠红 毛笔调二分之一的鼠红 就是,比如说毛笔的一半都是鼠红 好 好,鼻尖沾一点腌脂啊 非常容易的调色方法 好 好,请看 咱们进行花瓣一个一个的画啊 首先进行第一步 你看,花瓣的基本用笔啊 基本用笔,你看第一步 把笔平躺按下去 往上一拉 往下一走 走出一个啊 简单的小花瓣 第二个花瓣呢 你看,先画出中间的这个大花瓣 往上一拉 再加第二个 再一拉 第三个花瓣,你看 首先,画一个大的毛笔一甩 再画左边这个小的毛笔一甩 再画右边这个小的往回一带 一个简单的花瓣就有了 顺势的啊 你看,中间加一点 中间加一点 这个时候咱们笔度的玫瑰红干了啊 那就用笔度去沾一沾啊 不用洗掉 笔度沾一沾玫瑰红 笔根处沾点我们的水红 笔尖沾点腌脂啊 你看,咱们画第三版啊 你看 一 二 三 中间出现了一个小缺口 毛笔像我这样 躺过来一压 就出来一个滑瓣了 咱们俩可以画的慢一点啊 画的慢一点 加点薯红啊 谱点玫瑰色 你看 这个呢,是咱们的啊 侧板啊,侧板 你看,毛笔像我这吗 一躺 好 往下一按 一个滑瓣就有了 啊 两个滑瓣怎么画呢 啊,你看 向外啊,一躺 再一躺啊 又一个滑瓣出来了 三个滑瓣 三个滑瓣怎么画呢 你看 一一躺 二一躺 加个小的 啊,顺带加个小的 像是这样 毛笔往这一躺 再一拉 好了 啊 这个画瓣就画好了 啊 笔尖沾点胭脂 或者属红啊 你看 顺势的啊 去点一点 好 接下来啊,咱们画啊 这个旁边的啊 好吧 其实呢 画瓣有很多种样 有很多种种类的啊 玫瑰红 加鼠红 你沾点胭脂啊 你看 画左侧的啊 你看老师啊 你看 比较长 你看啊 一 二啊 往中间一顶 啊 第二个画瓣你看 一 二 三 往旁边这么带过来啊 你再没看到老师 是这样画 你看 三 带过来 最后怎么办 你看也是一样毛笔 你看测着光你看啊 哎 啊 测过来一笔 那么 那么咱们下面的画瓣怎么画呢 啊 下面的画瓣看好了 首先先画中间的大瓣 毛笔躺下 你看哎 一啊 往回一刮 左边那个小瓣 二 右边这个小瓣 右边这个小瓣 三啊 你看 你看 接下来你看毛笔往这么一按啊 你看 哎 对吧 是不是出来一个滑瓣啊 往下一按就行了啊 这个是桃红色 非常的漂亮 好 这个呢 左侧的滑瓣怎么画呢 你看也是一样 你看老师这 啊 毛笔躺下 你看 中间一个大的往下一戳 啊 一个大的往下一戳 啊 右边一个 你看 左边一个 拉出点弧度啊 你觉得不够 你看你可以再加一个 这都没关系啊 你看毛笔像这一放 看又出来一个滑瓣 对吧 毛笔往下面一放就行了 啊 玫瑰红啊 加我们的鼠红 你看 加这个小花瓣啊 你看这个小花瓣 你看 第一步 一半啊 两半 三半 往回一拉啊 一半过去 一半回来 往回一拉 这个时候你看毛笔这样 哎 侧过来一旦 啊 侧过来 你看 这就顺着旁边你看 哎 再来一下 看到了吗 顺着旁边一夹 加出个小花瓣 不着急啊 这边还有 这是两个花瓣一起画啊 两个花瓣一起画 玫瑰红 加点我们的鼠红 加点胭脂 首先咱们画出这一个大瓣啊 你看老师这个地方 大瓣你看 哎 一二二三 你看 先把小的这个画出来 玫瑰红 加点鼠红啊 胭脂你看 哎 一套 先画出这个小的 然后咱们画大的 大的花瓣怎么画呢 啊 请看好了 首先啊咱们先把它给包裹一下 你看看到没有 这边你看先包过来 你看 先包过来你看 先包好 你看到我们整个都包好以后你看 哎毛笔测过一下 一二三啊简单测一测 加点腌制 你看 咱们再来一笔 啊看到了吗 把它给包裹包裹啊 给包裹在一起 你看 这样就是啊 咱们这个牡丹的一个基本花瓣啊 咱们呀跟着上面这个小轮廓啊 一步一步的来 这样呢 就能把花瓣画得很好看